13年前考拼爹把杨子赶出剧组 当再次重逢时 他只能给杨子当配角 同心出身的杨子大概要比别人幸运一些 年幼时演夏雪这个角色就已深入人心 今年20岁出头的他已然是老戏骨了 不少观众在看到第三部《家有儿女》的时候 都觉得被替换的小雪显得很突兀 而且新加入的女演员宁丹林在演技上根本没有杨子好 因此《家有儿女》第三部也遭遇了口碑的《滑铁卢》 当时副导演告诉杨子 我们投资方的女儿要演夏雪这个角色 那个你也知道 投资方嘛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那个你们要不就收拾收拾赶紧走吧 直到《欢乐颂》的播出 在剧中 他饰演的邱莹莹来自小城市 在繁华的上海艰难的打拼 是无数小姑娘的缩影 他用出色的演技演活了这个角色 并借此成功翻了身 后来杨子和宁丹林再次重逢的时候 是在大驾风上的电视剧拍摄中 此次的宁丹林终于再也无法将杨子挤出剧组 而是只能乖乖地给杨子当配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